昨日,据多家日本媒体如时事通讯社报道,日本前首相安倍晋三的母亲安倍杨子于2月4日辞世,享年95岁。 日本,《独卖新闻》,称,安倍杨子在2月4日因突发疾病被送往医院急救,然而数小时的紧急救治后,他最终不幸离世。 据报道,安倍杨子出生于1928年,出自政治世家,其父是前首相安信介。 1951年,他与当时任《每日新闻》、政治记者的安倍晋太郎结婚,或者后来成为内阁官房长官和外务大臣。 两人育有三个子女,次子为安倍晋三,而三子安信夫曾担任防卫大臣。 安倍杨子在政界人脉广泛,一直是安倍晋三政治活动的坚定支持者。 每当安倍晋三担任首相时,他都会积极参与加香山口县的各项活动。 2022年7月8日,安倍晋三在日本奈良县街头遭遇遇刺,经过数小时抢救无果,终年67岁。 消息一出,成为社交媒体热搜榜售,中国民众对此表达了不同的看法。 然而,在日本一家疗养院中,一位94岁的老妇人观看了安倍遇刺的视频后,表情愣住,随后泪如雨下。 这位老妇人正是安倍晋三的母亲安倍杨子。 她的经历可谓独一无二,亲历了日本三个首相的兴衰,堪称其女子。 回溯到1928年,中国正经历着军阀混战,而在这个混乱的时刻,安倍杨子的出身却过着奢华的生活,这要感谢她的父亲岸信介。 岸信介是二战时期日本的甲级战犯,对中国犯下了魔术罪行,成为战争狂。 安倍杨子原名岸信杨子,她的出身恰逢父亲岸信介正在前往美国的邮轮上。 得知女儿的降生,岸信介兴高采烈,站在太平洋海岸线上,欣喜地说,女儿就叫杨子吧。 或许是为了弥补未能亲眼见证女儿出身的遗憾,岸信介对她百般宠爱,无论多么大胆的要求,都会全力满足。 然而,这位宠爱女儿的父亲却在中国领土上肆意残害无辜,成为甲级战犯。 慈爱的脸旁面向亲人,恶魔的手找却伸向无辜人,这样的矛盾让安倍杨子的生活充满了复杂和痛苦。 在那个时候,小小的岸信仰子只知道与父亲聚少离多,即使后来了解了一些事实,也在军国主义思想的熏陶下,将那些罪行视为所谓的合理协助。 1936年,日本的铁蹄进入我国东三省地区,实施军事扩张的残暴行为,而岸信介则接受天皇的任命,担任为满洲总务部次长。 在临行前,八岁的岸信仰子紧紧拉住父亲的衣角,不愿与岸信介分离。 但面对岸信介不可遏制的侵略野心,即便心痛离别女儿,她还是义无反顾地前往东方土地,谋求自身的利益。 岸信介离去后,岸信仰子非常想念她的父亲。 她每天最开心的时刻,就是收到父亲的来信,然后回信,诉说她的生活和询问父亲的安危。 岸信介也会通过信件告诉女儿她在中国的经历,然而可以猜到,她只字不提那些残酷的行径和给中国人带来的伤害。 清华战争爆发后,岸信介通过非法手段如走私鸦片等,抹取自身利益,以保证日本军队在战场上的军需和物资供应。 她与剃刀将军东条英姬达成共识,肆意剥夺中国人的财产,为731部队提供人力和资金,而东条英姬则负责研究。 然而,由于东条英姬认为日本天皇的功劳应该是此刀拼来的,而不是通过商业成就获得的,她对岸信介心存不满。 矛盾在合作后其愈演愈烈,1944年的塞班岛战役更是导致两人决裂。 岸信介希望东条英姬全力以赴,但后者却不屑一顾,最终导致全军覆没。 面对于东条英姬的矛盾,岸信介选择回到山口老家。 然而,正是因为两人的矛盾,使岸信介躲过了国际社会的制裁,迈克阿瑟的协助下甚至以无罪之身免受假急战犯的惩罚。 1946年,18岁的岸信养子与家人站在港口,迎接父亲的回归。 然而,当他看到岸信介时,发现父亲已经身心俱疲,50岁的他面容凹陷,即未衰老。 这让岸信养子忍不住痛哭。 在国际法庭上被关押许久的岸信介,身心俱疲。 但令人难以接受的是,作为战犯家属的岸信介一家在日本的地位未受动摇,甚至在遇人天皇的洗白下,被释放的甲级战犯们重新进入政坛。 岸信养子,作为政治世家的女儿,开始在政党中展露头角,成为政治活动的一部分。 而他与安倍晋泰郎的婚姻更成为关键的一步。 与中国的公平选举不同,日本的首相一直有五大家族轮流执掌,包括小泉家族、麻生家族、鳩山家族、福田家族和安倍家族。 岸信介希望进军政坛,除了雄厚的资金实力,政治关系也至关重要。 因此,他找到了反战人士安倍宽,成功搭上了政治舞台。 为了能更进一步的发展,岸信介把女儿岸信养子介绍给安倍宽的儿子安倍晋泰郎。 两人初次见面时的场景尤为甚大,之后的日子里,岸信养子在父亲的强有力撮合下,经常与安倍晋泰郎碰面。 虽说是政治联姻,但男女之情在日常相处中也慢慢加温,岸信养子与安倍晋泰郎之间自然也有互相吸引的地方。 不过,对于安倍晋泰郎来说,政治发展要远高于谈情说爱。 后来,安倍宽由于心脏麻痹去世,留给儿子安倍晋泰郎丰富的人际关系以及政治基础。 这样一位成龙快婿当然是日本政坛的香波波,而安倍晋泰不住野心,决定先下手为强。 1951年,岸信养子与安倍晋泰郎正式完婚,改名安倍养子。 而丈夫大力支持岸信介上尉,并且还成了岳父的政治秘书。 1957年,岸信介如愿坐上日本首相的位置,安倍晋泰郎自然而然地成了下一任继承者。 而安倍养子的人生在这段时间里到达了巅峰,是日本人最为羡慕的女人。 曾经的甲级战犯,成了日本的一国之领,无论在哪个时代而言,都是一件匪夷所思的事情,但日本却堂而皇之,甚至没有一丝愧疚。 安倍晋泰郎在看到岳父的鲜花和掌声后,心中也有了对权力的渴望。 他找到安倍晋泰郎,说出了自己想上位的想法。 岸信介明白自己将迎来老年,而女儿安倍养子的未来幸福掌握在女婿安倍晋泰郎手中。 二者相辅相成,特别是安倍晋泰郎在政治上的迅速崛起,也能够增强岸信介的影响力。 在一次谈话中,岸信介告诉安倍晋泰郎,我可以支持你,帮你取得自民党候选人资格,但你的路途全凭你自己。 这一句话体现了岸信介对晋泰郎的信任,同时也强调了个人努力的重要性。 日本选举制度与美国有所不同,通过全体选民投票产生议员,然后由议员多数派的党魁成为首相。 近年来,日本首相一直由自民党掌握,取得更高的选票成为自民党议员,则有望成为首相。 安倍杨子在安倍晋泰郎拉选票的日子里也是不遗余力,为家族的未来共同努力。 两人堪称抗力情深的代表,共同面对家族命运的起伏。 当年,安倍杨子对安倍晋泰郎的评价非常高,认为他是出色的政治家,是天生的领导者。 虽然当时已是首相之女,他仍然卑躬屈膝,努力为丈夫的成功而付出。 在政治舞台上,他遇到了各种挑战,但始终保持低调。 1958年,安倍晋泰郎当选国会议员,站在演讲台上的场景让安倍杨子充满欣慰,他认为这是对多年努力的回报。 然而,政局变动导致安倍晋泰郎失去了自民党总裁的职位,暗信界的突然病逝也令局势动荡。 在这个关键时刻,小泉家族的小泉纯一郎成为安倍晋泰郎的得力支持者, 同时掌握日本的军火生意,为他提供了有力的经济支持。 安倍晋泰郎再次竞选首相,但在即将成功之际却因一线癌离世。 安倍杨子在丈夫病逝后,没有过多沉眠于悲伤,而是坚定地继续掌控政坛。 他认为,我们家的男人,天生就该是政治家,对于政治的坚持和信仰从未动摇。 即使安倍晋泰郎的一线癌早有迹象,安倍杨子依然鼓励他竞选首相,最终导致他的健康恶化。 安倍杨子生于政治世家,受到浓厚的军国主义思想熏陶,再加上父亲暗信介的培养,他若是个男人,必定会在政界有所建树。 尽管他不是男性,但他仍怀有称霸政坛的雄心。 在儿子安倍晋三去世后,年届93的安倍杨子再次为赐子安倍晋三的政治前途奔走。 他为安倍晋三寻找政治联姻,促成他与资本家之女森永招会的婚姻,同时积极参与拉选票。 尽管安倍晋三的大学成绩平平,但他在政治专业的深造为他的政治生涯奠定了基础。 然而,安倍杨子再次陷入悲剧,儿子安倍晋三在竞选活动中遭到遇刺,不幸离世。 这一突发事件对安倍杨子来说是沉重的打击,或许包含了无法让儿子成为首相的遗憾,或者对安倍家族衰落的预感。 但更多的是一位母亲对爱子离世的深深痛苦。 如今,安倍杨子随儿子一起共赴皇权。 无论如何,远安倍杨子女士一路走好。 他在家族、政治舞台上的坚持与付出,都将成为历史的一部分。